有点不信 欢和欢歌 话说一颗核弹在美国爆炸 巨大蘑菇云冲上天空 冲击波席卷整个城市 护送美国总统的车队 被冲击波吹飞10米 汽车治理破碎 美国总统和中情局局长生死不明 而导致这起事件的 却只是个70岁的无辜老人 两个月前 70岁老人找了一份在沙漠挖坑的工作 结果坑挖到3米 老人的铁锹碰到了一块军用铁皮 老人以为挖到了宝藏 迅速扒开黄沙 黄沙下竟然是一颗导弹 老人用手摸了一下导弹 发现导弹很奇怪 导弹外面的铁皮冰凉无比 而内部温度却高达40度 老人猜测这颗导弹应该很值钱 晚上老人和儿子悄悄把导弹装上车 带到黑市军火市场 黑市商人一看到导弹 瞬间两眼放光 在仔细询问发现导弹的地点后 黑市商人更加确定 这是一颗核弹 原来1973年 埃及和叙利亚联军突袭以色列 以色列军队被摁在地板上摩擦 美国递给以色列一枚核弹 让以色列继续和联军硬钢 以色列让战斗机带着核弹巡航 进行核威胁 不料战斗机驾驶员太扯淡 为了撿照片撞上了防空导弹 飞机被哄成渣渣 核弹也掉进了沙漠里 被黄沙掩埋 直到29年后 挖坑老人发现核弹 送到了黑市商人面前 黑市商人看着核弹心想发大财了 脸上却假装为难 忽悠老人 说捣蛋无同 收了也没用 根本不值钱 但看在老人可怜 愿意给老人400美元辛苦费 老人对黑市商人一阵感谢 老人走后 黑市商人立刻开价5000万美元 把核弹卖给了一个神秘人 神秘人通过黑市渠道 把核弹运到乌克兰一处隐蔽基地里 三个俄罗斯顶级物理学家 剪断核弹电线 取出武器及核原料 把核原料放进新的蛋壳中 制作成微型核弹 把微型核弹装进自动香烟贩卖机 随即神秘人买同乌克兰和美国海关人员 把装着核弹的香烟贩卖机 运到美国城市巴尔迪摩 安装在超级玩比赛现场 只要有人投币买烟 按下出货按钮就会引爆核弹 所以说欢歌提醒大家要少吸烟 不然的话会损害健康 还可能会引爆核弹 此时美国总统和中情局局长 正在巴尔地摩观看超级玩比赛 中情局局长接通电话 脸色瞬间大变 在超级玩现场竟然藏着一枚核弹 局长迅速命令特工 带着总统离开观众席 把总统怼进车里 一脚地板油开始逃跑 蒙圈的观众们看着蒙圈的总统离开 那一脸蒙圈 总统车队刚离开没多久 就有人引爆了核弹 一朵蘑菇云冲天而起 巨大冲击波横扫半个城市 锁刀之处寸草不剩 总统车队被冲击波扫中 除了总统防弹车外 其他汽车数年被撕碎 防弹车在空中旋转800度 扭成了麻花 附近军队乘坐直升机赶到现场 撕开车门救出总统 总统只是受了点轻伤 而重上的中情局局长 则被扔到了最近的医院 大兵掩护总统 坐上空军一号 在空中总统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核弹的来源 所有人都认为是俄罗斯 制造了这次核袭击 但总统却有不同看法 认为不是俄罗斯干的 因为俄罗斯一直在美国监控中 就连前任俄罗斯总统 猝死的画面 中情局都能第一秒掌控 而先上任的俄罗斯总统 正在整合国内力量 对车臣作战 甚至为了不让美国插手车臣的事情 邀请中情局局长和特工社会王 参观俄罗斯销毁核弹的过程 以此来安慰美国 正当美国总统 替俄罗斯总统开拓时一个紧急事件 让美国总统哑口无言 核弹袭击的幕后主使 买通俄罗斯一支空军部队的指挥官 指挥官以俄罗斯将受到 美国核攻击为理由 命令战斗机起飞 进攻美国航母舰队 战斗机关闭所有通信设施 超低空飞行躲过航母雷达 发射反舰导弹 对航母进行饱和打击 导弹击中航母弹药库 发生弹药训报 只用10分钟航母就沉入了大海 美国总统接到航母被击沉的消息 再次召开会议 确定是俄罗斯用核弹攻击的美国 当即启动核报复 B-2轰炸机带着核弹起飞 手下拿出核弹密码发射箱 总统拿着密码卡片 叫对开箱密码 与此同时 俄罗斯接到B-2轰炸机起飞的消息 也召开了紧急会议 俄罗斯总统命令防空部队 找机会击落B-2轰炸机 并让所有核导弹发射警 进入准发射状态 全部瞄准美国本土 中情局从间谍那里 得到了俄罗斯准备发射核导弹的消息 立刻汇报给美国总统 总统也紧张到不行 如果按下核弹发射按钮 将会遭到饱和打击 到时候全人类都会灭亡 周围的幕僚也紧张到不敢大口喘气 其中一个幕僚甚至被吓出了心脏病 躺在地上一阵蹬腿 一会儿就没了气 正当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都在紧张时 中情局特工社会王 比他们更加着急 他乘坐的直升机在核爆中坠毁 他侥幸捡了条小命 作为顶级特工 他凭借直觉认为 这件事不是俄罗斯干的 毕竟俄罗斯要核美国 根本不会给美国反应的机会 而且他在之前调查核弹时 在乌克兰秘密基地里 发现了三名俄罗斯顶级核物理学家的尸体 这种兔死狗烹的操作 只有恐怖分子做得出来 他当即和辐射处理小队会合 通过对放射物质的分析 得出了一个最恐怖的结论 放射物质的标准 正是美国核武器的标准 社皇发现轰炸美国的核弹 竟然是美国自己的核弹 他彻底懵了 想不通为啥自家的核弹会炸自己 更可怕的是他得到消息 美国总统认为是俄罗斯发动的核弹袭击 要对俄罗斯发射核弹报复 而俄罗斯也准备发射核弹和平美国 他必须赶快把真实信息告诉美国总统 阻止这场核危机 他找到快没记得中情局局长 让局长赶快联系总统 但局长只剩下了半口气 告诉他一个联系人后就当场剧中 他拿走局长身份卡抢了一辆车 要去中情局总部寻求支援 却因太着急撞了车 此时联系人发来消息 他问联系人美国有没有丢失过核弹 联系人告诉他 当年送给以色列的核弹 被以色列搞丢了 这下他再次确定那颗丢失的核弹 被恐怖分子扔到了美国 他用局长身份卡进入中情局总部 告诉值班的将军 核弹袭击和俄罗斯无关 必须通知总统取消核攻击 不然就会酿成大错 将军却说空军一号处于紧急状态 切断了所有外界联系 根本无法通知总统 无奈之下 他只能让将军和俄罗斯总统连上了线 他告诉俄罗斯总统 他知道不是俄罗斯袭击的美国 让俄罗斯总统撤销核弹准发射状态 俄罗斯总统根本不相信他 因为美国的B2轰炸机 带着核弹已经到了波兰上空 再飞一会儿就能用核弹进攻俄罗斯 他一看俄罗斯总统不听 那是急到不行 再次劝说俄罗斯总统先取消核弹发射状态 然后美国会跟进 俄罗斯总统看他那么坚决 也对这次核袭击有了怀疑 开始犹豫要不要对美国发射核弹 而他和俄罗斯总统的谈话 全程被空军一号监控 美国总统认为他多管闲事 要送他上军事法庭 这当美国总统气急败坏时 俄罗斯总统再次发出消息 取消所有核弹发射状态 这下美国总统懵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咋弄 经过仔细思考后 美国总统认为肯定有误会 撤回了B2轰炸机 一场危机就此解除 一天后 中情局和克格勃联手 对幕后黑手神秘人进行调查 发现神秘人是个欧洲大学教授 这个教授是希特勒的脑残粉 认为希特勒当年失败 是因为战略失误 当时只要制造冲突 让美国和苏联打起来 就能解决两个最强大的敌人 所以教授按照自己的想法 从黑市商人手上买来核弹 并花重金聘请三个顶级物理学家 用武器集合原料制作出小型核弹 买通在一个美国的俄罗斯人 把核弹装进超级碗现场 引爆核弹后 中情局根据物流信息 发现俄罗斯人的踪迹 莫认为是俄罗斯和了美国 为了增加事情的真实性 教授买通俄罗斯空军队长 让俄罗斯空军炸陈美国航母 成功让两个大国打开了核按钮 但教授怎么也想不到 他完美无缺的计划 被释皇几句话就给破解了 计划失败后 教授想逃跑 躲进深山老林生活 他拿着所有财产凭证坐上汽车 按下点烟器要抽根烟 结果汽车数年爆炸 教授直接成了渣渣 而教授其他的手下 也被中情局和克格勃联手暗杀 这次核危机后 美国和俄罗斯签署了 核弹互不瞄准条约 在所有人类下出一身冷汗后 一场危机结束 从此小伙伴们又过上了 吃着辣条玩游戏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全局中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场核危机中 所有人的不同表现 总统之间的相互博弈 特工疯狂寻找证据 证明一切都是误会 而神秘人则利用一点小手段 就让人类差点毁灭 而影片中导演暗讽了美国 把美国讽刺成了一个幻想 狩猎狂 总想着别的国家会欺负他 事实上你总欺负别人 仇人多了 难免晚上被人套麻袋砸板砖 好了 今天电影都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荒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